好,我们来看一下多段跳要怎么实现 现在这个人物只能进行一次跳跃 不能在空中继续跳 多段跳通常在许多游戏中还是会用得到的 升起来非常简单 在我们的这一个corrector 我们进入到难图 直接点击我们的这一个主corrector点 因为这一个难图 它是继承了附类是什么 叫角色,角色它里面已经包含了有一个 叫做跳跃最大数量变量 只需要对这个变量进行设置 比如说我们来个2 就可以来两段跳了 我们来试一下 好,就可以直接进去两段跳 当然这个地方三段四段都可以 但是通常情况下 跳多段跳它是一个特殊技能 是需要进行学习 比如说升级技能 或者是跟什么人学 或者是拾取到什么东西 你就拥有了这个多段跳的这个技能 我们来演示一下什么呢 演示一下如何通过拾取什么东西 来实现这一个 由一段跳变成两段跳 和级技能